这个女入恋师是个变态 单身40年 竟然对一具残破不堪的尸体动了心 男人因为严重车祸去世 神奇的是她帅气的脸庞没有受一点皮肉伤 优越的颜值瞬间让这个入恋师沦陷 她静静地欣赏着男人的脸 都忘了自己的工作 后来干脆趴在她旁边睡了个美美的午觉 醒来发现快到下午3点了 这是男人老婆过来取一体的时间 看心动对象被车撞断了半只手臂 怎么能让帅哥就这样下葬了 得想想办法 正好她旁边还躺了一具男性尸体 女人对这位显然就不那么感兴趣了 她丝毫不犹豫地走向那具尸体 拿出专业的切割工具开始动手了 忙活了好一会才终于把她的手臂卸下来 然后走到帅哥尸体旁边 用高超的技术给她修复了原本残缺的手臂 可以说是天衣无缝 不仅如此 早在一个小时前 女人就和同事一起帮她把受创的躯体复原 因为这也是入恋师工作的一部分 现在同事下班了 女人可以对帅哥为所欲为了 看着修复成功的帅哥 女人不禁露出花痴般的笑容 她看了看墙上的妆 离约定时间还早着呢 还可以多欣赏一会这张完美的脸 这时旁边的尸体发出一声痛苦的哀嚎 又像是在抗议 经历过大风大浪的女人丝毫不慌 淡定地走到那具尸体面前 女人取出40米的大砍刀给她做了精神手术 然后使出吃奶的镜合上了她的嘴 还贴心地帮她缝上了嘴 这样她就再也不会 对捐出半只手臂这件事提意见了 约定时间到 男人的妻子过来取一体 但出于恐惧她没有参加之后的葬礼 帅哥男就这样被草草下葬了 镜头一转 来到入恋师的家里 女人精心打扮了一番 房间也不知很很有氛围感 她走过来坐在沙发上 旁边正是那位安静的帅哥 虽然坐相没有多好 但好歹还穿了个正装 就是身子骨看起来有点虚弱 不过女人毫不介意 自顾自地和她喝起了酒 那么出病的是谁呢 棺材里女人一脸猛逼地燃起打火机 不知自己身处何地 她正是之前和入恋师讲过几句话的 帅哥的老婆 这个故事告诉我 别人在谈恋爱时不要多嘴 否则很可能被疯子缝嘴吧 在医院千万不要打手屁 这位小伙子来看医生 出于习惯她打了一个手屁 医生瞬间带点精力地疑惑起来 询问她在干嘛 小伙一脸猛逼地猛逼 马上双手合时又打了一个 我在打手屁啊 有什么问题吗 你不知道这个手上娱乐活动吗 我一天打800个不带休息的 医生立马上前握住她的手 语众心肠地劝导她不要再打了 甚至转头就大声喊来急救团队 给小伙紧急安排了一场抢救 小伙更加猛逼了 不就是打个手屁吗 有这么严重吗 但医生护士们还是刻不容缓的 把她推进了抢救室 手术完成 小伙的手缠上了绷带 身上连着各种医疗器械 周围一个人也没有 小伙除了迷惑还是迷惑 她看到墙上贴了一张海报 上面写着宝贝 坚持下去 小伙不禁想起手术前医生的叮嘱 千万不能再打手屁了 如果再打一次 她将小命不保 但习惯的力量是无比强大的 小伙再也忍不住了 双手合十终于又打了一次手屁 这次的声音不像往常那样清脆 因为她的手暴裂了 雪泥崩到了墙上 小伙也彻底凉凉了 巨大的声响惊动了医生 她很快意识到小伙的命运 不禁眼眠哭泣 她哭了很久很久 情绪非常复杂 有医者人心般的惋惜 有自己没能劝阻小伙的自责 她绰气 她痛哭 最终哭到停不下来 虽然从她的表情来看 她心里很可能想的是 呵呵 不听医生言 死在我面前 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务必谨遵医嘱 特别是那些本来就有病史的人 这位富豪老头太傲娇了 女仆端来新鲜白粥 她一个翻滚加撒泼 明确拒绝这顿无资无味的午餐 老头说自己命不久矣 就想吃最后一次好的 女仆虽然委屈 但拗不过固执的老头 问她到底想吃啥 老人说就想吃好友小白菜 一口都行 女仆马不停蹄地来到菜场 在一堆菜里努力寻找着目标 显然没找到 她问菜摊大神小白菜在哪 大神气势汹汹地说没有 整个菜市场也没有 女人问哪里可以有 大神给她指了一个方向 女仆二话不说就朝外面跑去 只要能满足主人最后的心愿 让她跳河都可以 她游啊游 没过一会就来到了菜底 这里应该就有新鲜的小白菜了 女仆上岸问地里的大叔 哪里有小白菜 大叔指了指 她的脚下正踩着的菜牛 这些就是小白菜 但都还没长大 女仆的希望再次落空 大叔劝她吃当季的蔬菜 女仆开始学着老头的样子 求爷爷告奶奶 不管不管就是要吃小白菜 她跪下拉着大叔的裤脚央球 书转身准备输出了 被提醒镜头在这边 这其实是一支创意广告 大家可以猜猜是宣传什么 大叔答应这就帮女人整 但前提是她不能看 女人没有犹豫 当即就把眼珠扣下来递给大叔 可以说是非常有诚意了 只见大叔背上农药 对着菜地一顿喷 迅速完成后把眼珠还给了女仆 女人安好眼睛后 朝下一看 地里果然长出好多新鲜健康的小白菜 女人喜出望外 感受着丰收的喜悦 这下能交差了 转头就端上来一盘 色香味俱全的好友小白菜 老头筷子早已准备好 迫不及待地品尝着这份美味 这一口下去感动到流泪 此时话外音响起 反击蔬菜虽然好看 但含有危险的化学物质 话音刚落 老头就变成了痘鸡眼 嘴里喷出粉色的液体 反反复复 所以这是一个 提倡吃当季蔬菜的公益广告 大家有猜到吗 反正我是再次被泰国人的脑洞扶刀